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欣欣 那很久没有给大家拍视频了嘛 很多人好奇 其实呢,因为这段时间我发生了一些变动 然后最近呢,我也又搬回爸妈家住了 所以在没有出现在你们视野当中的日子 我也是过得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充实 反正虽然没有拍视频 但我依然是有在好好的生活 请大家不用担心我 请放心,我也不废话了 交代完我为什么失踪的原因之后呢 我们就切入正题 今天的视频主题就是我在双11都买了一些什么 因为现在的日子是11月18号 距离双11正好过了一周的时间 我有一些快递已经到了 然后我也已经拆开用了几天了 那有很多还是没有到货 所以我今天就挑我已经到的给大家来录一下 双11的时候买了蛮多衣服的 因为我搬家嘛 然后就扔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其中70%吧都是衣服 那既然我把旧衣服都扔了 所以这个新衣服总得是时候也该来了 对不对,叫的不是新的不来嘛 而且本来衣服这个东西就是 嗯,今年流行这个,明年流行那个 那我今年不想再穿去年的衣服了 所以肯定得要买新的 唉,这句话我要轻一点的路 因为我爸妈还在外面 听到我说这个话肯定要说我浪费钱 所以我们敲咪咪的把这一趴给完成 首先呢是这个ASM安娜家的衣服 今天这个苏州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你看我还是穿着短袖的 今年说好是一个寒冬 结果都11月中旬了 我竟然还在穿短袖 而且穿着短袖我还觉得热 我觉得真的有点离谱 现在这个天气 好,那我们继续说回衣服 这个呢是安娜家的一件毛衣吧 然后安娜的衣服呢 我是从去年开始买的 那他们家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是偏清俗风 然后设计比较简单 毕竟我年纪也到了嘛 就是也应该穿的稍微成熟一点 所以呢我从去年开始 就经常在买他们家的衣服 那他们家的销量在淘宝女装当中呢 是常年稳居第一 甚至超过优衣库的 不愧是淘宝女装大佬 有那么多人选择它 我觉得肯定是有它的一个生存之道的 那这家店铺的价格呢 稍微可能会稍微偏贵一点 但我自己购买了一个经验啊 我觉得你们在他家买冬装是算比较划算的吧 因为它的质感确实还蛮不错的 那这一件呢 是我买的高领的一个毛衣连衣裙 因为我觉得穿这种针织的连衣裙 在大衣里面就是比较的简单 也不用去考虑搭配 然后黑色的话就比较的白搭嘛 接下来就是我已经打开的一些东西了 首先就是我今年新买了一条围巾 这个围巾真的好喜欢啊 它是这种就颜色配色来看的话 我就一眼相中是这种奶奶的颜色 给人一种非常会读书的那种感觉 就很学院风 就真的挺好看的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Bubbery的那根围巾嘛 它是比这个卡其更深一点 所以我想没有浅色的那要不然 既然它推送给我了 那我又比较喜欢那就买下来吧 就围起它 这个配色整个感觉就是那种很乖 好看 喜欢 既然我们讲到了这种搭配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几个我买的一些小配件 首先是这个小香的一个发菇 它是这种 它是这种有点像麻花一样的感觉 这个发菇呢它还是蛮便宜的 只要14块几 而且这个白色部分是有点像皮质类的 我感觉就如果你穿的比较 鲜一点要不要穿我这种短袖的话 就露一个头给大家看 就还是蛮好看的 整个就是很韩国的小姐姐的感觉 这个发菇呢是我经常买的一家饰品店啊 叫做奇奇小姐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它常年都没有折扣 只有在那种大促的时候 淘宝有活动它才会有折扣 好接下来呢也是他们店里面买了一个这种抓夹 这个抓夹不用我多说了吧 今年证太火了 那我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明明已经有了很多个类似款 是因为它有这个金属的这个边 我就觉得很小香风 就是穿一个小香外套 然后你把头发这样子一盘一盘 把它这样子夹一夹 就从侧面看 会不会觉得很好看啊 我看不到啊 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链条 就给人一种小香风的感觉 但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挺沉的 比我这个要沉至少三倍我觉得 但我头发已经放下了 接下来来介绍几个我新买的帽子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纹呢 就是千鸟格纹的顶鱼肤帽 它戴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这两天就是出门都会戴它 因为我觉得就把它戴上以后 我半张脸都已经看不到了嘛 然后再戴一个口罩 真的只有我的眼睛就是露在外面 感觉特别的安全 特别是在不化妆的时候就很安全 而且这个千鸟格纹就还挺好看的吧 这个纹路就 除了那顶帽子呢 我还买了另外两顶啊 都是在同一家店铺的贝蕾帽 两个的价格也是一样 22块5毛3 首先先讲这顶吧 它是这个有一圈珍珠的 然后是这种布面的 贝蕾帽嘛 就是秋冬必备的啦 而且我这个人就是 不是特别会做发型 所以呢 就戴帽子会 让我省事很多 然后它是因为这种有珍珠的嘛 所以戴上之后 也会有一定的那种小乡风的感觉 就是比较偏女人一点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皮的 一个贝蕾帽 我还没想好它要怎么去搭配它 但是呢 我就觉得 这个颜色 很秋冬 是这样子戴的嘛 这样子好像那种老头帽 就是 钓鱼 但是它是那种圆形的 我双十一的时候又买了一条 也是真流的 纯字母的 然后我买了一个Y 这条项链呢 我买的一个价格是51块1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划算的嘛 因为真流这个牌子 我觉得就是性价比比较的高 然后款式也比较的好看 你们可以去留意一下 他们店铺里面真的有很多好看的项链 还有那个耳环啊什么的都很好看 手链也好看 反正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品牌 那最后的一件配饰呢 就是 这个是胶内的袜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也穿胶内啊 反正我已经回购了很多次了 这个是我冬天穿的 就是有一点点这种跟的 算是短筒吧 我买了五双 然后 其实我是最喜欢这个颜色 但它没有一个颜色 买五双的那种 选项 只能买彩色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个套组 黑白灰 然后 有一个这种 嗯 肉桂色 然后有一个橘黄色的这种 就胶内的袜子非常的好穿 就是 很舒服 而且 嗯 袜子也有三六九等吧 我觉得它的质量就是 好的那种 以前我也会喜欢买那种很可爱的 那种卡通的袜子嘛 就 就是 在这种成年人的世界 你要去别人家里脱了鞋 发现你穿了一个上面印了什么 嗯 小兔子呀 小狗的那种 袜子 会觉得 嗯 你这个人 有一点点 幼稚哦 大人该有大人的样子 不能再老买一些可爱的东西了 可爱的东西就留在家里面 对不对 在外面我们要做一个成许精致的大人 好 因为这个太阳落山了 所以我开了一个灯 我们继续啊 嗯 接下来呢就是我这次买的一些 彩妆品 美妆品 呃 但真的不多啊 因为我现在不是刚搬回来嘛 然后在整理的时候我真的发现 我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这个面膜啊 化妆水啊 然后化妆品啊 口红啊 哔哩巴拉一大堆 所以 嗯 就是你让我再买的话 首先第一是我真的是用不完啊 第二呢是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这次呢真的是 没买几样 就是那种日用品 消耗品可能买了一些 我买了一瓶这个雅诗兰黛的 姜元滋润霜 我这样子给它特意的特写 也会不会让人以为是个广告呢 但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也 没 无所谓 虽然我是干这行的啊 我们家也确实有很多的水啊 精华啊 面膜啊这些 但是面霜真的是不多 可能是因为面霜不太爱打广告 所以我们家里真的没几瓶面霜 在现在这种有秋冬的季节吧 我想要找一款比较滋润一点的面霜 当时做功课也是做了很久 然后觉得这个 雅诗兰黛的胶原应该还不错 想试一下 因为以前没用过嘛 我当时 我是11月1号的那一次 买的时候呢 我去看了这些品牌的店里面 就它可能有很多的套组 比如说水啊面霜啊精华眼霜 一大套的那种套组 真的非常的划算 就2000块钱可以买一大堆的大牌的那些护肤品 但是我真的不需要那些什么眼霜啊水这些东西嘛 所以我11月1号的时候就想算了 那就不买得了 就随便到时候 专柜随便买一个吧 诶正好我在11月11号 诶不知道自己还要买什么的时候 刷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嘛 这品面霜就非常的巧的来到了我的怀中 是因为11月11号的那天 我真的就还是很想去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面霜的东西 我就刷着刷着什么蓝扣啊 雅士兰黛啊 威士兰黛啊 然后比里巴拉各种品牌的这个直播间 诶 雅士兰黛那个帅哥 他讲话的节奏非常的吸引我 我就逗留在了他的直播间 然后呢 他说今天是双11的最后一天 因为是11号嘛 然后他们雅士兰黛就特别的推出了 两个新的东西 一个呢 就是单独的面霜 还有一个是什么 单独的小钟瓶吧 然后我就想 哇这个帅哥实在是太合我的心意了 不仅讲话节奏好 而且他竟然还有单独卖面霜的链接 真的要给他点个赞 然后呢我就直接当机立断的把它给买下了 就确实我觉得还不错吧 我用了三四天了 就是比较滋润的一个款 它的价格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 属于买50送50 那50毫升正装呢 是这种滋润款的 它送的这个也是50毫升 不是那个滋润款的胶原霜 是这个清爽版的乳霜 我想正好嘛 就是秋冬天把这个滋润款的用完 到了春夏我都可以用清爽版的 真的是非常棒 就很人性化 在李嘉琪直播间还买的一样 就是这个高丝的卸妆油 因为我卸妆都是用卸妆油的 之前呢我用的都是那个 Bobby Brown和直寸秀嘛 就我这个人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 就是我认准了一个牌子 我就会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就不太想换 那我既然是做这一行的嘛 就应该去多接受一些 那种新鲜的东西 或者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正好看它直播 然后它在卖这个卸妆油嘛 我就觉得可以试一下吧 因为它好像也挺火的 但我从来没用过 所以就买回来试一下 当时的价格我来看一下啊 是70块钱 然后买一瓶这个镇妆 送一瓶替换妆 然后再送一个旅行妆 应该反正跟我的那些直层秀什么比起来 价格确实很优惠啊 但用起来怎么样 我还没用过到时候再给你们说 卸妆品过了以后 这次咱们的底妆啊 我这次买了一个兰扣的小礼盒 其实呢这一大盒 我就只买了一样东西啊 就是这个兰扣精唇的气垫 我买的色号是110号色 我这个还没有拆开 没有使用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颜色 是不是适合我 但当时呢 就真的是一秒轻了 就没有了 精唇不用说了吧 兰扣最高端的系列 整个包装除了有点沾指纹以外 太高端了 整个金光闪闪 被它的赠品所吸引 因为我确实有很多的气垫 那我为什么还买了它呢 首先是我没有一款特别滋润的气垫 都比较的持久一点的那种气垫偏多 所以呢 我有一点心动 那让我真正把它买下来的原因就是 它的赠品非常的丰富啊 首先就是买一个正妆嘛 然后送一个正妆的兰扣持妆无瑕粉妆条 就是它的那个粉底棒 之前也是有做过那种开屏广告 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广告做的特别高级 就是拍的特别高级 就这样的一个粉棒粉条 就直接把它弄在脸上 用美妆单把它拍开了 而且也可以把它当做遮下来用 我觉得很方便 就特别是旅游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带着 就又不会就是玻璃瓶摔摔的 然后就是露出来 然后又很小巧很轻便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然后呢它还送了整整一个正妆量的兰扣持妆粉底液 就是这个粉底液 就它送了整整一个正妆 应该是30毫升吧 30毫升的粉底液 然后还有赠品 一个美妆单 兰扣的美妆单 然后呢还送了一把这个粉底刷 正好我家粉底刷没了 所以呢我就很喜欢 就要把这个拿出来用吧 我就觉得买一个气垫 本来你去装柜买个气垫 人家可能连个赠品都不给你 然后这次买一个气垫 送了两个正妆 我就觉得好划算了 而且反正你放在那肯定是会用的了 虽然用不完 但是总归会有它的用之地 对不对 装品呢就只有一个了 就是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美瞳 那我呢一共买了两个牌子的美瞳 这些都是新买的 一个是可拉拉 还有一个是欧伦斯 那可拉拉的话呢 这个牌子真的是跟我很有缘分啊 我第一次认识它呢 是它找我做了一个推广 我觉得哇这个美瞳好舒服 于是我就在38女王节 618然后双十一文艺 每一次大组都囤他们家的美瞳 我就觉得很喜欢 而且有几个图案 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 非常好看 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眼睛里面戴的这个 看得到吗 它是一个有一点点蓝色的 就哇非常的自然的一个蓝 就很好看 我现在眼睛里的这个呢 叫做微薰蓝棕 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光看图片的时候就非常种草 就很自然 你远看也不会觉得有很重的混血感 但是呢又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就很喜欢买那种 四两款的蓝色和绿色 然后其次呢就喜欢买那种偏黄一点的棕色 那我也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颜色 这也是我买回购的 叫粉珠棕 就粉色的珠珠的那个棕色 它也是那种偏 有一点黄色的那种棕 就我觉得会给人一种很纯的感觉 如果你要买棕色嘛 肯定就想要自然然后纯一点 所以粉珠棕我还是很推荐 灰色系呢我就非常推荐这个啊 叫芝本灰 这个颜色是我回购过三次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次我买了两盒 它不是那种白内障一样的灰色 就是比较的自然 它还有一个lady巧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但我这次没买啊 因为我买太多了 我还买了几副它的年泡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多带一点嘛 嗯 美人 这个品牌我还是很推荐的 这些全部都是可拉拉的一个美瞳 然后我可能在双十二的时候 我会再去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品牌的 可以再囤一些 那这盒OLENS呢 是我从去年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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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现在的 你们可以直接在旗舰店买 它的名字叫做自然灰 这一盒反正也是 Jenny或者是Lisa带的 反正在韩国它们的海报就是 带的这一副很好看 那最后呢 我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本次双十一我买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一把Euclili的琴 那这把琴呢 我买的是叫云山单板 就是云山木 然后它是 反正就是你们学琴的人都懂啊 反正就是一个单板 然后我买的价格呢是五百块钱 是这种复古古典琴头 我还没去上课啊 我只是在家里面上就是看了一些网课 然后学了一下 我为什么要买这把琴呢 是因为有一天啊 我和朋友就是吃饭聊天 说我想去学一点东西 然后他说 要不然去学Euclili吧 因为他以前买过一把 然后从来没学过 我说可以啊 我也很有兴趣 而且我就觉得 学Euclili的成本 会比学吉他呀 钢琴低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性价比很高 然后当天我们吃完饭回家 我就已经找好了就是琴房 就是上课的地方 然后发给他 然后第二天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视频 就选好了这把琴 把他的那个定金给付了 然后说上11月1号的时候 我就付了唯一款 很快我就到了 那到货到现在 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吧 我那个朋友到现在 都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上课 我真的是生气 我只能自己在家里面 看那个网课学习 然后我现在会弹这个 就是不看谱的话我只会这一句啊 那因为我也没调音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 给大家弹一个我学习的一首歌曲吧 就只有一句啊 能弹成这样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的知足了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我朋友可以早一点跟我一起去上课 因为我真的就还蛮有兴趣的学习这个琴 其实我们想去学习音乐 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目的 就是想去认识一些年轻的小弟弟 我们选那些琴房啊都是在大学旁边的那种 就知道了我们的目的吧 所以我又把这个齐肉海给放了下来 我们是有目的啊做事情的成年人知道吗 是有目的的 好那你们不要给我走路风轩就可以了啊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 以后的更新呢可能不会像之前那么的多 但是呢我也会尽我可能的给大家多更新一些东西的 然后也会多分享一些我比较真实的一些状态 和一些感受类的东西给大家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再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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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